我永远忘不了发现自己怀孕的那一天 我们当时备孕好几年了 还以为不会成功了 所以验孕棒上的第二根线显现出来的时候 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 我还让丈夫又跑出去买了两根来再次确认 三个验孕棒都显示怀孕了 我们的梦想人生也即将要实现了 我们当时已经结婚了 住在梦想的房子里还有一个大的后花园 很适合爱冒险的孩子们在那里玩 花园中间有一棵老橡树 孩子们可以爬树 直到怀孕后 我们所做的首要几件事之一 就是在树上系一个轮胎鞦韆 我们知道孩子还要过好几年才能使用这个鞦韆 但是一想到孩子跑来跑去的场景 我们就等不了了 必须得做点什么 我丈夫自己就像个大孩子一样 他滔滔不绝地说着要带孩子去参加的冒险 尽管我不断向他解释 宝宝还要过好几年才能做那样的事 我觉得他是很高兴终于有人和他一起玩了 直接忽略了孩子的婴儿时期 直到哈利出生了 别误会 他其实是个很好的丈夫和父亲 在我怀孕期间为我做了很多事 哈利出生的时候 我需要紧急抛妇产 并且出现了并发症 花了一段时间才恢复过来 所以哈利刚来到家里的头几个月 从晚上喂奶到化尿布 几乎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丈夫做的 他是我认识的最有耐心的人之一 这是个挑战 我们都需要一点时间来适应 我是这样想的 当时度过了很多压力紧张的白天和无眠的夜晚 当我恢复过来后 我们成功找到了节奏 之后一切都很顺利 我记得最初注意到有些奇怪的时候 哈利大概三个月大 我当时正一边怀里抱着他喂奶 一边和往常一样看着他漂亮的蓝色眼睛 突然他停止喝奶 开始用奇怪的眼神盯着我看 就好像他对我生气了似的 我以为是打嗝 于是把他放在我的肩膀上拍了拍 我正揉他的背时 他突然动了一下 从我的肩膀上滑了下来 幸好我在摔倒之前抓住了他 但不幸的是 在这个过程中 我的指甲掐到他 他没有哭也没有闹 只是发出了一声低吼 我拥抱并亲吻了他一下 然后把他放回了我的肩膀上 几秒钟后 我听到他在我耳边低声说了什么 听起来就像是 我只是笑了笑 以为是小婴儿发出的那种声音 然后继续揉着他的背 没过多久 我又听到了 这一次声音大一些 清楚一些 我把他放在膝盖上 用平时那种傻傻的声音 开着玩笑重复说 宝贝 你是不是说了不好的词啊 有没有 有没有 他用一种奇怪的 我未曾见过的表情盯着我的眼睛 一直盯着 甚至没有眨眼 这样持续了大约五分钟 我以为他可能是还想打嗝 所以把他放在我的肩膀上 开始用手揉他的背 他的头离我的脸越靠越近 直到凑到了我的耳朵边上 然后他突然用嘴咬住我的一只耳环 开始咬起头来 我试图把他拉开 但他就是不愿松口 太疼了 我觉得他要把耳环从耳朵上拽下来了 最后我让他张开了嘴 我重新让他坐回到我的膝盖上 他吐了出来 打到了我一边的脸颊 然后对我露出了毛骨悚然的笑容 当然 我以为这只是个偶然 我无法想象他会故意伤害别人 这怎么可能呢 他只是个婴儿 丈夫回家后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他 我们都一笑置之 不过后来我在他身边时就不戴耳环了 那天晚上后来没有发生什么事 当然是轮到我丈夫陪他了 所以直到第二天早上 我丈夫去上班后 我才再次和哈利独处 那也是我产假的最后一天 所以我打算好好利用起来 我带他去了公园 他很喜欢看鸭子 出门之前 我决定给他换一下尿布 对此他不太高兴 给他脱衣服的时候 他一直用不同以往的力气踢我 我不知道他怎么了 我之前从没见过他这样 终于给他穿好衣服后 他朝我竖了中指 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 他只是婴儿而已 好吧 当时我也是这么想的 哪怕他当时磨着牙 盯着我的眼睛看 不过他没有牙齿 那天之后的时间里 他一次都没有看过我 即使是我给他喂奶的时候 也一样 那天晚上 轮到我起来给他喂奶 不过我失眠了 我觉得可能是自己准备要去上班 压力太大所以睡不着 我在那躺着 然后听到婴儿监视器有动静 听起来像是有人在自言自语 我想着可能是串线了 我们收到了别人监视器的信号 不过以防万一 我还是起身去看他 为了不吵醒他 我捏手捏脚地穿过走廊 从半开着的门缝往里看 眼前的一幕让我很是震惊 他正坐着四处张望 我很惊讶 他应该再过好几个月 才能做到这一点 于是我跑上楼拿手机 想要录下来 重新下来的路上 他尖叫起来 这吓到我了 那声音特别响 我想着 肯定是出了什么严重的问题 抵达时 我发现他躺在门内侧的地上 他发出的声音特别大 把我丈夫都吵醒了 他发现我站在哈利旁边 以为是我把他给摔了 我试着告诉丈夫 我发现他的时候 他就是这样的 但他不愿意相信我 我丈夫把哈利放在肩膀上安慰他 这时 哈利朝我笑了笑 我知道这样说一个婴儿很奇怪 但他脸上的确带着一种得意的表情 从那之后 我的生活就走上了下坡路 似乎每次我接近他的时候都会有问题 丈夫在附近时 我一碰他就尖叫 独处时 他会拧我或朝我扔东西 我很确定 我丈夫认为我是在故意伤害哈利 虽然他没有直说 但是每次我靠近宝宝的时候 他都会特别注意 我竭尽全力地想和哈利搞好关系 但这很难 我工作时间很长 回家的时候他通常已经睡了 我唯一能和他待在一起的时间是周末 即便周末可能也只有几个小时 我没有太多时间和他在一起 最终 我觉得自己别无选择 只能从工作的职责当中后退一步 这意味着降职和薪水的大幅下降 但至少我可以早些回家 我丈夫非常支持我的决定 他说他很高兴 这样我们就可以多陪陪孩子了 这话听起来很不错 刚开始的几个星期里 一切都很顺利 我们相处得非常好 我还觉得哈利 已经开始对我有好感了 虽然他看起来仍旧对我很反感 避免和我进行眼神接触 但至少不会在我靠近的时候 直接表现出来了 直到几个星期前 我丈夫买了一个新的 带摄像头的婴儿监视器 之前那个监视器 在某天晚上 把哈利哄上床睡觉之后 就神秘失踪了 不过我真的很喜欢这一个 他能够让我看着哈利睡觉 并且我养成了一个习惯 每天晚上睡觉之前 都会看监视器 不知怎么 我觉得哈利是知道的 而且他不喜欢这样 他在自己的小床上 坐起来盯着摄像头 直到我入睡 每次我想给丈夫 看看哈利的行为时 他都会在我丈夫 看到之前直接躺回去 假装已经睡着了 看得越多 我越觉得毛骨悚然 就像哈利能看见我似的 我时常打瞌睡 醒来的时候 会看到他扫尸着房间 好像在找什么东西 接着 他会迅速转向摄像头盯着我 直到我再次睡着 我一直以为 自己和哈利之间的问题 是因为从医院回家的时候 没有出好关系 而那些奇怪的事 都只是碰巧而已 但我错了 昨天晚上 我被哈利的笑声吵醒 查看监视器的时候 我发现他不在自己的小床上 我试着喊我丈夫 但不管怎么尝试 他就是醒不过来 我跑下楼 在他房间的每个角落 都找了个遍 但他不在 这时 我真的开始担心起来了 我都准备要报警了 接着 我听到楼下有声音 但他不在那里 于是我慌张地 跑回楼上去拿手机 接着 我听到了像是自言自语的声音 好像是从我的房间传来的 我打开门 眼前的一幕让我惊恐万分 哈利正坐在我丈夫的胸口 双手捂着他的嘴 念叨着什么 我丈夫的腿在发抖 他正挣扎着想要呼吸 我慌了 把哈利推到一边 开始做心肺复苏 期间 哈利一直在歇斯底里的笑着 差不多十分钟的时间 我竭尽所能想要救我丈夫 但都是徒劳无功 我觉得他要死了 我非常害怕 医务人员赶到的时候 他已经完全不动了 他们立刻开始抢救 然后在我丈夫的喉咙深处 发现了一个奶嘴 幸运的是 医务人员及时把奶嘴拿了出来 他们说 如果我没有做心肺复苏的话 他就撑不过来了 谢天谢爹 他终于没事了 不过他得留院观察几天 问题在于 现在我被困在家里 和哈利单独待在一起 我很害怕他会对我做的事